细而且是层 层细非常小的 现在微而且音慢慢浮起来了 代表阴阳调和了 就是要好的好转的现象 哨音症呢 从直到五 这个直五相冲的时候是哨音症 所以哨音时是这个时间 306条 哨音病吐力手脚不力冷 手足不力冷 凡发热者不死 脉不治者就哨音气壮 我们如果说病人有吐有下力的时候 手脚是冰冷的 在绝阴症的时候到时候会介绍到 病人吐又下 这个手脚冰冷 这是死症 为什么吐力 因为身体不受药 连食物也不受了 进去就吐力掉 里面阴非常的肾 就是阴食 但是阴食的人手脚是 非常冰冷的 是四腻 手脚不腻代表 而且反而小脚发热的 这能不能代表 胃气还在那边 那你可以揪哨音 哨音的话像太息穴 腹瘤穴 都可以揪 揪他的哨音 那揪呢 就可以让他 就可以帮助他 这个是揪呢 他可以行精的阳气 哨音精的阳气 307 哨音病 八九日 一身手足静热的 若热在膀胱 必变 龙血 好 这个呢 小 那个手脚 温热 好 这个 这个里面是很热 很肾的一种状况 好 那 这个 这个 臨症上在看的时候 就是肾脏有结石 旁观有结石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热症 你如果说 是其他的病 像 有的人是 像我今天拿给主委看的案例 就是 西医说他多发现狼肿 就是肾脏里面都是狼肿在里面 也不能开刀 刀子开下去 要把肾拿掉才行 那肾拿掉人也没有命 做化疗 但是他是 阴寒症在里面 我们一直在知道阴寒症 那如果说 他 这个热在膀胱 又会变血 小便会带血出来 那热在膀胱的时候变血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 小便立 抵挡汤 小便不立 桃和陈其汤 就可以把他这个血块打出来 好 那这是热在膀胱 好小便 冬血 哨音病呢 淡缺 无汗 而强发之 哨音病的人呢 有点已经睡眠睡过去 有点昏迷的现象了 不会有汗的 好 慢很沉细 这时候你强发汗 一定会 好 动到他的血 那 那如果 你强发汗的呢 如果动到血的话 他有的时候 从口鼻出来 有的时候从眼睛 旁边流出来 这是下缺上街 为难治 所以 哨音症的人呢 绝对不要 强发汗 强发汗 我们有肆腻 很多汤器可以用 不要用汗药 好发汗 发表的药不好 因为里面呢 很 阴寒很肾 好 不可以用汗 那一般的哨音症 太阴症 我们力尿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他在中隔的时候 在肾脏的时候 寒痴在这边的时候 力尿出来 是最短的路 最近的路 力尿出来 你要从 把这个寒痴 从肾脏 从心脏 从宗胶 把发汗发出来 要多很长的路 才能走出来 所以直接力尿 是最迅捷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 直接力尿 力尿出来 209月 哨音病呢 二寒 身健而立 手足逆忍者 不治 这就是 到了危险的症状 危险的症状 手脚的冰冷 好 冷到 手肘 这个手足冷的时候 不单单是冷 手脚的水肿肿起来了 肿到这边来了 好 身健 下力的行星 好 所以如果病人呢 肾脏有问题 或心脏有问题 你把它治了以后呢 本来是下力的 手脚本来是肿了 冷了 现在手肿也退掉了 也不怕冷了 下这个 精神也 也不会那么疲劳 晚上睡得也很好 这就是 扬回来 就是你治对了 那这些的症状就告诉我们 他因一直在胜扬 一直在退 退退退退退 退到这个 张宗女说不治 也没办法治 那如果说到了后面快死之前呢 躁晕症呢 有吐力 烦躁 湿力 吐和下力 又手脚又冰冷的 这个烦 一般来说这个烦躁呢 就是 不单单是情绪 而是手脚躁动 手足躁动 所以爱宁病房应该叫做 这个烦躁病房 手足躁老 这种 但是羊要离开身体的时候 最后的一个现象 一个挣扎的现象 这都是死症 好 311 少阴病下力子 而头旋 时时致冒者 也是死 我们在治疗 尿毒肾脏病的时候 有两个最明显的症状 病人阴穴 还有呕吐 东西吃下去就是吐 好 在西医来说 啊 这个毒呢 跑到尿毒 甚至血液 跑到心脏里面去 中医呢 少阴症的时候 在张仲锦说 头昏旋 好 时时致冒者 这都是死症 好 今天如果我们 没有经方 我们都是 一般的中医在看 那如果西医这个时候 介入的时候 洗肾 可以让他不死 至少可以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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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头昏旋呢 好 头晕了 好 因为我刚刚跟诸位解释过 如果小肠的火很热 小肠的热 跟心脏的热 火是相同的温度的时候 肾脏里面的水 会第一次会蒸馏 这个水气呢 是非常好 好 好 从毒脉 一直会进入到脑部去 这个水 会去滋润脑部 那你肾脏功能 衰落下去了 病人在下粒了 好 精液往下走 然后又没有 你这个脑部会缺水 缺好 缺这个 好的蒸汽 好的那个气 气化上来的 所以缺东西的时候 会有缺这个营养剂的时候 会头昏 好 头昏 那进入哨阴症的时候 因为影响了心脏脾脏 一般来说 只要进入阴症的时候 造血功能都不行了 所以你如果相对的 一定会看到贫血的情形 好 那我们在治它的时候 当我们把小肠的温度 恢复的时候 肾脏的功能 热肾脏里面有氧 命门里面有氧 这个氧气肿腎的时候 这个水从都脉 进入脑部以后 这个水气化上来的时候 到了脖子 因为水很热啊 这个太热的水跑到脑部去 也不行了 脑部会烧坏掉 所以有个脖子 脖子好像冷却管一样 把水稍微冷一下 好 就很好的温度能够进去 好 头部 那这个 当我们这个 肾脏的水 再回到头部去的时候 头昏腺的现象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 病人恶不恶心 如果病人本来就是哨阴症 有吐力了 然后又加上头昏的话 那你吃了你的药 头昏没有去掉 吐力加重 这就代表说病情越来越坏了 又可能会死 那你如果真的没有能力 没关系 要洗肾 即使洗肾 比他死掉还好嘛 要这样子想 可不可以治呢 可以治的 可以治的 待会我们哨阴片完的时候 后面有几个处方的时候 我来加剪给周围看 312条 哨阴病 四逆 四逆 讲到四逆的时候 就是手指头已经冷到手肘 脚指头已经冷到脚膝盖 好 手脚冷到这种程度了 好 这个恶寒而身倦 脉不治 不凡而造 好 就手脚在抖了 好 这是阴阳要相隔了 好 阳要往外走 里面的寒是非常的盛 好 好 所以还没有到肝 到这边就心脏 心脏就衰竭掉了 好 就死掉了 好 那 313条 哨阴病 六七日 好 一个十日以后呢 都没有好好的治疗 息高者是 呼吸很短 吸一点气就吐出来 吸一点气就 好 息高 为什么 因为你吸气的时候 气到肺 可是你心脏已经衰竭掉 肺没有办法完全张开来 这水已经满到 这可以说是水已经满到很高的地方 好 很多膜都没办法下降了 里面水积在里面 这个时候 呼吸会非常的短 好 所以你看它水肿的时候 呼吸很急促 好 这都是膝 好 这都是危险 好 你看到这边出来 出现了很多死 好 所以进入哨阴症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死症了 好 如果说比例 50%会死 50%不会死 那我们怎么救虑 后面有些方子 来治疗哨阴症的方子 好 314条 哨阴病呢 麦为戏而成 戏代表是寒 那成代表是理 淡欲媚 汗粗不凡 知欲处 自五六日自立 赴凡兆 不得我媚 者 都是死症 邵阴症照理说 是无汗 无汗 无汗我们要小便排出来 好 那你把他治疗了 精神好起来 运动才有汗才是对的 这个人呢 淡欲媚 汗粗不凡 不要动 他在睡觉的时候 还是会流汗 代表羊子往外走 里面的婴子很胜 羊子往外走 的现象 就会有这种 汗粗 那治疑兔 那致力 那里面寒湿很胜 邵阴症间里有下力的形形 好 然后又烦躁不得我 当羊要绝的时候 要离开身体的时候 都会淡坐不得我 就坐在那边 人没有办法躺平的睡觉 会烦躁 这些都是死症 代表阴阳要像个 羊要离开身体了 好 就出现这种现象 那我们看到这种烦躁 这个是死 这个是死啊 什么的 我们不可以不治 我们用大忌的势力下去救他 可以开到多大忌 我待会讲给你听 315 邵阴病呢 刚开始得到 你反发热 卖成者 麻黄父子细心汤 邵阴病的第一个方子 就是麻黄父子细心汤 厨房的时候有比例 麻黄父子细心汤呢 麻黄二钱 如果是麻黄有两钱 细心有两钱 泡父子呢有三钱 这是二二三 他的比例 麻黄父子细心汤最主要是能够立小便 好立小便 当你兴盛中交 中间是寒诗的时候 寒又诗 那你靠父子 这个炮父子呢 如果跟细心在一起 细心这个药 过去呢 一般能读 本草纲目的时候 细心有毒 大家不敢用了 实际上细心 你可以用到很重的 不会中毒的 好 不会中毒 细心这个药呢 他是能够去 好 激 水 下叫激水 在小肠里面 好 肠子里面的 激水 所以我们很多地方 会用到细心 当归圣泥汤 里面有细心 我们这个 麻花父子细心汤 有细心 所以细心真正的功能呢 他能够去积水 而他去积水跟浮林不一样 浮林啊 折蟹啊 珠林啊 这些只是沥水 可是你那个 那个 那个 细心就不一样 细心性比较热 比较热 所以说他能够把水 含水化掉 对我们这里不会用到 珠林 浮林 折蟹 因为你光用珠林 浮林折蟹 立不出来的 他说好 这是一种 细心呢 还有个功能 细心我们在咳嗽 病人有含咳的时候 好 有水咳的时候 也会用到细心 所以细心要非常好用 好 最主要是他能够去水 那麻花呢 我前面跟诸位介绍过 麻花呢 他能够发阳 把阳气发起来 所以说他也是可以 沥水的一个药 所以说你如果说把 麻黄 父子 细心三个药 放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药就不会走表 也不会发汗 他会走到 跑到身体的正中间去 因为他是 羊的重量的部位 绍阴症本来就是 里羊不足了嘛 里面是寒湿的 羊往外走 这个时候 你开麻黄 父子细心下去的时候 可以把里面的寒湿去掉 好 那泡父子呢 是有顾羊的功能 就是羊要撕掉了 有顾羊 顾他羊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个药 放在一起的时候 病人吃下去 结果是小便节 不是德汉节 一吃完 哇 小便不断的出来 好 那好像里面的寒湿的时候 就好像里面是 千万年的冰块一样 不化掉 你这个麻黄 父子细心上 一下去以后 开始小便 小便不断的排出来 好 次数会很多 量会很大 那你说吃到什么时候呢 吃到 麦 浮起来 吃到 小便正常 吃到小便正常 那如果说吃了 还不断小便 凸着白了 吃了一个礼拜 还在排小便 代表里面寒还是有 你再继续给他吃 或者是让病人回来 你可以摸他的麦 都可以知道 这个麻黄父子细心 他是 淡玉妹 麦成细淡玉妹的时候 主力的方子 他能够把 中交的寒湿 都能够去掉 好 你如果是 关节上的寒湿 这个没有用啊 你会用泡腹子流到 对不对 用柜子来去封 白竹来去湿 泡腹子来去寒 所以 甘草腹子上去这样来的 好 这三位呢 先煮麻黄一样 好 把麻黄先煮掉 然后煮的方法呢 比如说先去 那个量碗水煮成两碗 煮成五碗 煮成五碗 你先把 麻黄拿掉 然后再其他放下去煮 煮成两碗 然后分三次浮 好 后面呢 我们写一个 大黄父子切心汤 在后面 实际上金贵也会介绍到 大黄父子切心汤 大黄父子切心汤 使用主方的比例 也是二比二比一 好 跟 把麻黄换掉 换成大黄就好了 这个 储方在用的时候 是寒食 麻黄父子切心汤 是寒思 在中格 就是寒思 大黄父子以下 你把麻黄换成大黄以后 它是寒食 在大肠 寒食在大肠 那 当你大肠没有蠕动 没有蠕动 你如果便秘 你问他 这个便秘 屁也不放 没有屁 那你便秘七八天 十天 难不难过 一点都不难过 我没有感觉 我不觉得便秘很痛苦 如果是阳明造食 陈曲汤症的时候 他便秘一定很痛 很难过 肚子会脚痛 完全没有感觉痛 便秘影响不了他 然后你再问他 你小便什么颜色 蛋白 老师说过 小便都是生黄才对 什么蛋白 所以你就不会看 不是 一样会看 这个时候就代表 小便蛋白是代表病在哨音 这个时候 你把麻黄拿掉 把它换成大黄 大黄能够去食 腹脂能够去寒 好 细心能够去 湿在中间 好 三个要碰在一起 所以吃大黄腹脂细心汤的时候 病人大病马上就会恢复 好 那你说吃到什么时候 吃它小便颜色变成黄 蛋黄 好 小便颜色蛋黄 手脚温热起来了以后 就可以停药了 代表它的蠕动正常了 好 所以 我们攻下的处方里面 遇到寒食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大黄腹脂细心汤 热食的时候 我们才会使用到 陈气汤 好 陈气汤 好 好